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宜蘭新聞 新聞首先來看 縣議會今天進行了 豬肉瘦肉精零檢出的專案報告 多位國民黨籍議員除了要求縣長 必須要堅持瘦肉精零檢出的立場之外 並要求縣政府在年底之前 將宜蘭縣肉品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送交議會審議 確保縣民的食品安全 美豬瘦肉精的議題今天在縣議會發燒 包括了黃玉儀 黃定和 陳鴻喜 楊正成等議員 都希望縣長能夠堅持瘦檢出的立場 不要因為中央換民進黨的執政而有所改變 此外議員要求縣政府在年底之前 將宜蘭縣肉品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送交議會審議 確保縣民的食品安全 民黨你接種反對說 不要叫絕對不行 讓美國牛肉 豬肉都不行 你結果現在不去到我的政策而已 現在就大方都不去到現在 沒有現在還不行 有這麼嚴重嗎 官僚你的看法 你是要對中央這樣走 還是我們宜蘭 照你說的 我們絕對 要保障我們宜蘭的這些官民 摔去 絕對 鐵鐵鐵鐵 我們不要去用 我們要去反對 中央這段的法定 如果台湖 我們宜蘭官的要選擇的時候 跟共央抵觸 你有要繼續申請 現大法官解釋嗎 違憲嗎 第二 我剛才問了 我們的地方 主題法的 你同事要送來去衛生嗎 零檢出啊 瘦厚禁零檢出啊 管長啊 既然沒有抵觸到中央法令 你要說零檢出這一個方面 你有心思蕩蕩啦 也不是說 你為了我們的管民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身體健康嘛 安全的來做這個 一定這個零檢出嘛 我們地方來 主題 我們地方的主題法 就叫我們團結去送來去 這個就沒問題了 這個標示議案官 第一次 這才有檢定啦 那你如果 中央無法做 那管結婦 不然要怎麼一夾 去一夾去一夾去 這裡做民藏 意思是 我們在議案官 射肉精零檢出 支付條例 我們一定要點 一定要掌 會確保消費者 食用熱品安全 保障幸運健康 請新政府訂定 本縣 射肉精零檢出 管理支付條例 对此县长林冲贤表示 对瘦肉精领检出的立场 县政府始终没有改变 目前就明确要求各学校营养午餐的肉品 不得含有瘦肉精 而且未来会扩大到长照机构 确保县民的食品安全 至于制定肉品卫生管理自治条例部分 则是可以深入探讨 不过要以不抵触中央的法令为前提 我们营养午餐 我们照顾的规模担定有够一条 绝对不能有含瘦肉精的肉品 在我们品项里面 未来我们请卫生局这边跟社会处这边 对于长照机构 我们也给它做行政指导 这些瘦肉精的肉品 不能在我们相关的通路里面来出现 另外我们还是要做溯源管理 就是我们所未中上架的这些肉品 我们一定要要求标识 第一个标识产地 标识内容 这都是我们卫生局 民主席管理政府的这边 看一个可以做 这几回就是说 如果将来 为了要让我们管理国家的健康 我们是不是要点过更严的标准 比中国更严的标准 这个我们可以再探讨 因为你要点过更严的标准 我们当然通过以后 其实那种的 你是不是要把它订作有法则 但是你要第一种 中央的标准是不是有效 所以我们还要点过 是怎么要点过去 第一句话 开放以后我们全国去点过 因为你要把它订法则 你抵触中央是无效 但是我们是可以一个宣示 跟我们宜蘭团定的有机农业推动自治条例 跟各位几回其企业 我们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 一般我们的内容相同 如果这个部分 我们是一定会面对的 宜蘭县政府 跟国家里面的这个态度 绝对跟几回全体委员 为了国家国民的健康 任何都一定 宜蘭新闻记者賴福欣 采访报道